川普新闻又来了 刑事诉讼产生的川普在党内人气很旺 他被起诉之后支持度高高的维持在50% 排名第二的佛州州长的民调只剩16% 第三名说非裔创业家是11% 看起来川普代表共和党来搅逐白宫的 如果说是以民调的支持度来讲 他是十拿九稳 星期一川普连同18名被告 遭到乔治亚州大陪审团 以41项刑事罪名起诉 现在报复性的动作出来了 这些陪审团的姓名住宅 这些个资全部被支持川普的极右翼团体 在社群网站上疯传 对他们个人的身家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 而且贴上去的这些极右翼的川粉说 如果不当起诉川普 等于你们陪审团员签下自己的死刑令 这是公然的恐吓威胁 FBI跟乔治亚州警方开始启动调查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剧 现在越演越烈 起诉川普试图推翻 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 乔治亚州大陪审团26人 如今面临威胁 同时在网路上被肉搜 声称是陪审员的名字 照片履历甚至家里住址 在极右翼网站和社群平台上疯传 尽管大陪审团审理程序是秘密进行 但陪审员的名字按乔治亚州标准做法 被列在起诉书第九页 在乔治亚州起诉书本身是公开记录 内涵陪审员的名字 但没有住址或其他个资 网路上流传资讯的真实性 外界无从得知 在这个案件中 作证的乔治亚州前议员表示 这些威胁可能将妨碍检察官 未来组审判的陪审团 被威胁的不止大陪审团 还有在华府主审川普密谋 推翻大选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楚侃 他在月初接到威胁的电话留言 根据法院文件 一名德州女性打电话到法官办公室 威胁要杀掉任何追杀前总统川普的人 他也放话要杀害民主党众议员李一 以及非异性恋的LGBTQ族群 现在凶贤已经早到拘留 过去一个星期 川普不断在社群媒体上 向乔治亚州富尔顿郡大陪审团 和法官楚侃喊话 说有没有人可以告诉大陪审团 他没有不当影响选举 也批法官想让他入狱 对他有偏见且不公平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已经联手乔治亚州警长 调查相关威胁的源头 据非盈利研究组织 两名报道威胁事件的NBC记者 住址也被PO在网路上 川普律师团队周四要求华府联邦法官 把密谋推翻二零二零大选案的庭审 延到二零二六年四月 也就是推迟到二零二四总统大选之后 表示检察官制作超过一千一百五十万页的资料 按司法部提的时程 他们每天得看十万页才来得及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则要求 明年一月二号开审 距离共和党第一场初选仅两个星期 法官预计在八月底的厅审上决定审判日期 明年对川普来说恐怕行程满满满 总统大选初选 加上在四个不同城市的四起刑事诉讼 不过目前他在党内声势依旧 不管哪一个案件都仅约一成五的共和党选民 认为他应该被起诉 根据福斯新闻民调 川普的支持度在起诉前后几乎没变 维持在百分之五十三的高位 反观排名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 民调从百分之二十四调到百分之十六 第三名三十八岁的印度裔创业家 拉马斯瓦米反从百分之一跃升到百分之十一 腿胸的综合报道